還有應注意的事項 這個是在每一年度 對於台灣地區非常重要的一個 演習時間 這一次 我們南部地區 台南的部分是在 4月21號 星期四的下午 1點30分到2點來實施 這一次實施的部分 包括我們幾個管制的要項 那等一下我會請我們 想要舉程局長 跟我們後子庫的李指揮官 來跟大家做詳細的說明 那包括這一次演習的 這個選定的題目 跟事項呢 也跟有別於過去 那過去我們大概都以 柔華市政中心這邊 為重點 那這一次是選定在 新的地區 所以 也要請我們南市的市民 在這個4月21號的星期四 那下午1點半到2點的這段時間 因為有做人車的管制 那請我們的市民朋友 一定要注意這個時間點 那你在這個時段 如果需要外出 辦理各種事項 不管這個工部門也好 市部門也好 因為都有做人車的管制 所以請大家務必要注意 要避開4月21號的下午 這個1點半到2點的這段時間 那配合整個演習的這個部分 那我接下來 我們就請我們 潘氏警察局 陳子晉城局長 來跟大家說明有關 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各位媒體 我們各位視頻朋友 大家好 那這一次的 今天的方向演習 是定名為萬安39號演習 就剛剛我們原則理事長提到 就下禮拜四 4月21號下午1點半到2點來舉行 那也呼籲我們所有的視頻朋友 大概能夠配合演習的這些相關的規定 那麼這一次是 就是採這個等於有使兵作業的 就是說我們有做人車的管制 那這裡面比較細節的部分就是說 一般的我們民眾是管制 就是說應該要在這個避難處所 或者在家裡面避難 那請大家能夠把門窗 能夠把他緊閉 水電瓦斯 等等 我希望把他能夠把他關掉 還有所有的煙火 能夠把他洗滅 那麼人員 原則上就是採這個就地 緊急避難 那所有的各公民裡的公司 同一造場來營運 但是希望把門窗能夠把他關閉 而且這個煙火等等 燈火要做管制 那我們市區所有 那個 車輛 只有兩側就地 這樣停靠在兩側來疏散 另外就是 如果是 在高速公路的部分 我們是準下不準上 那麼航空高鐵還有 台鐵的這個所有的班次 正常 那旅客啊 還有接送的親友 那就在那個我們 火車站啊 就地還有我們 地下道等等 就地來做避難的動作 那 這一次的演習 我們動用的警力一共是 1657名 民力的部分是 1534名 這個包括我們疫警 預交民法 如果違法相關的規定 這個是 根據民法法第25條的規定 是有處法的規定 可以處 3萬元到15萬元 這個 的罰款 所以 再次的這個呼應 拜託我們市民 大家能夠配合這一次的演習 這個 民法的部分 我們可以 可以 百年啊 這個都可以不用啊 但是不能一時 不做準備 這個是為了 我們所有國人的安全 希望大家能夠配合 而且一年才一次嘛 也不一定每年都會用這樣 士兵的這個操作 有時候是只有 公航警報 那近年就是 隔幾年我們就會做一些 士兵的這個 操作 讓大家 還是要有這個 實務的這樣的一個認識 這個 一年才等於有半個鐘頭的時間 所以請士兵朋友 如果是這一段時間 你剛好另外 家裡面有做什麼 計畫準備 希望把這個時間 把它控下來 在我們南部地區來講 這一個時間是 不能在外有外面的活動 以上 包括謝謝 謝謝我們 陳梓敬 陳局長 那剛剛有提到 關安演習 在這幾年 其實有時候 是只有做這個 警報的發放 那今年呢 除了警報發放以外 也有做士兵的演練 那士兵的演練的課題 我們就請 我們後子部的 李指揮官 來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兩位局長好 各位記者媒體的先進 大家好 我想這個 從去年開始 我們關安演習 因為之前 前幾年 因為災害防救的關係 所以關安演習 大概都 所有演練的項目 都結合了 這個災害防救 那從去年開始 我們 我們災害防救部分 單獨 這個 獨立出來的 明安演習 所以我們現在關安演習 我想這個 未雨綢繆啦 這一個 任何事情我想 防範未然 這個最重要 所以我們還是 針對了 可能的一些狀況 做這個想定 做這樣的一個演練 那所以 我們這一次 幾個重點 我想都是 在這個 有突發狀況的時候 我們民眾 第一時間 該做的一些 這個準備 包含了這個 人車疏散 以及避難 這個管制 以及我們 遇到突發狀況的時候 民防人力 以及我們相關的 這個團隊 該應有的 一個相關的 因應作為 以及我們 在這個 還實施了 全民國防 宣教 相關這些 演練的項目 我想 做這些項目演練 也就是讓我們 所有的市民 在 遇到突發狀況 我想 這個東西 不僅是針對 有這個 防空疏散 避難的 我想 做這些 這個措施 以及相關的這個 緊急避難的措施 都是為了 因應突發的狀況 突發狀況 我想 我們台南市 在這方面 在這個 全國的評比當中 連續幾年來 都是 這個評比 是全國 這個機優的單位 都非常非常名利的 前茅單位 這也是全體台南市民的配合 所以這一次 也希望 我們全體的市民 大家能夠配合 因為這個 的作為 是因應突發的狀況 也是保障 大家生命 採採安全的 這一個不二的法門 好 謝謝大家